市長好,三個問題這邊想要請教 因為之前有針對泥沙颱風的爭議說 自己是沒有同理心,需要改進 那會覺得說藉由這一次的記者會 需要跟市民正式道歉嗎? 以及說市府他一台車補助兩萬 那機車兩千,剛剛你也說了 就是修車補給兩萬塊 會不會覺得說這樣的金額有點太少 那第三個是說 怎麼看現在記者會已經是遲了一個月才開 現在外界解讀說是為了要救黃珊珊的選情 第一點 其實像這個泥沙颱風強降雨事件 在一個月就被做出那個潛逃報告還算快 我們當年那個錢貴大火你知道嗎 單單把問題全部提清就要兩個月 提清出來以後,他再寫改進方案 比方說我們今天在講說我們那個 檢訊系統要更改 這哪裡是 不過還來得及 在明年防汛期之前一定可以修好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個系統的改進需要時間 所以通常說 現在出事你知道 要政治人物出來道歉 坦白講那都是處理新聞 不是處理問題 台灣長期來就是這樣 變成大家就是 這一關混過去就好了 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所以我們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文化 我們是解決問題 不是解決新聞 這第一點 至於說什麼 就黃珊珊的選情 我覺得那個就想太多了 這個 我們每一件事情我們都是一樣會寫檢討報告是我們的特色 從以前我們當外科醫生以來就習慣寫檢討報告 還有什麼問題 那個賠償那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不認為這是一個賠償 因為你要博賠也要政府有犯錯 但是這樣 基於這種天然災害 超出一般的狀況 所以應該算是一個未問金的 這種 怎麼講 定位 所以 所以本來就 我也知道秀一部車兩萬塊不夠 台市鼠牆 市長兩個問題跟您請教 第一個是針對高雄安部分 您為什麼說是您來幫他決定住院 那因為你還不願意 你們不是職業醫師 這會不會有法律上的問題 那包括薛瑞遠也質疑說 他每天回復一些紅衛兵的話 甚至酸說也要請教你來 判斷他到底是否達點滴住院 第二個是您昨天有提到薛瑞遠是婦產科出身 那也被台大的醫師施錦中回唱說是一句話來惹腦婦產科 希望您的大佬心態改一改 怎麼看 第一點 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知道 醫療常規你知道 我們要處理一個病人 要先知道過去病史 那再來要知道說現在的病程 那再來是做理學檢查或者叫身體檢查 那再來是實驗室檢查 然後再來是初步診斷 然後治療 那看治療的結果 再重新再 回來再調整一次 這是看病的過程 所以關於高安住院這件事情是這樣 第一 我了解他在 要住院之前那兩三天的狀況 因為事實上那天早上 我們都跟他講說不要去立法院質詢 我說 你都已經一個晚上都沒睡覺才睡個小時何必去 就回家好了 不過是這樣 高安是一個好學生 好學生的缺點就是 凡事都要求完美 他就覺得說 是蓋他去質詢他一定要去 所以對於他前幾天的狀況非常清楚 第二點 我是實際上 在他質詢之後我有見過他 所以作為一個醫生 你知道我們是有實際做過理學檢查的 當然對他的症狀我非常清楚 他就是說 我們英文叫Fanting 談話給我萬民 我當時的判斷是 這個 沒有睡覺又有點脫水 因為這個根本就一直沒有吃 但是這樣 第三點是這樣 作為醫生 我對我的醫術是有把握的 我還是 不管你怎麼講 我認為我還是在醫學上 至少曾經是專家 第四點 我是以醫生的角度去看他 所以覺得說怎麼讓他可以 最快的速度恢復 重新回到正規 但是薛瑞妍是以抹黑的角度去看待他 他是用攻擊的角色 這兩個態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管我是看過他的病程 我知道他的病史 我剛有檢查過病人 然後 我對他的醫術是有自信 再來我是以醫生的角度在看他 我不是用政治人物的角度在看他 那 薛瑞妍在問說他也投影幕線 如果他願意來給我看 我當然是給他看 反正以前 不管阿扁 林勝文 或是邵小 我都看 你今天要來給我看病 也是可以 雖然我現在沒有開診 勉強幫你 以朋友立場跟你看一看 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我都沒有看過你 沒有實際看過這個病人 我也不會開診斷給你 這是我們當醫生的基本的訓練 那 講那個婦產科那個問題 我也覺得是失言 因為這個是這樣 其實明白講 薛瑞妍不是說婦產科問題 他根本沒當醫生很久了 敬電視 我想問一下 就一樣高鴻案的事件 就周刊有最新的爆料 他的帳本說疑似是 福報了助理的薪水 低薪高報 然後就是這些薪水 差額會用來供基金 或其他用途 市長有沒有聽過 那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的話 會不會覺得他要負起相關的責任 那另外是郭董昨天發文 就被認為說是挺高鴻案挺一半而已 那對市長來講 你怎麼解讀 就依你對他們兩個了解 郭董是挺一半嗎 真挺還假挺 謝謝 郭董做事一定有他的分寸 對不對 那所以 第一個 他郭董已經說明了 他那個如果做影片 他已經拿到他的授權 所以他已經 用術語來講 他已經拿到原廠的授權書 第一點 那至於說 外面要怎麼批評 那是外面的 要怎麼解讀 那是外面的問題 再來是 助理會這個是這樣 我一直接著高鴻案的這個競選過程 又真的變成我們台灣的 教科書 一個案例 沒有人打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 沒打一個 他就提出證明去替自己變白色 再換一個再打 我就講 從那個 辛辛拉提大學的論文 到那個 補習上什麼 指控他什麼補習才上台大的 然後去 進北印尼是 特權 北印尼的 騎隊是假的 每次都講這個 我倒覺得是這樣 今天要指控人家的 你要先拿出證據 你今天去馬路上撿一張紙來說 柯文哲你貪污 我需要為我自己的行擺辯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個事件到現在為止 我就打到過頭會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 就是說 說到覺得是這樣 要指控人家的人 你知道 那你就拿出證據去檢調 去報案 就像你今天徐曉青要告那些側依 我就直接去檢察局去報案 沒有人知道每個都印一張紙出來 罵高安也有跟我抱怨 你知道 這場選舉到現在為止 他每天 根本沒有辦法去跟市民講什麼政見 有沒有做什麼政策說明 每天都在發時間在證明自己的清白